奥米尔在离开热祸临走前留下的话,维德十年后才读懂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和莱莉说过话,这是维德对于莱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,不管是莱莉在新闻发布会的所谓感人言论,还是那一封写了三个月的邮件,还是当维德回到曼阿密时带头鼓掌,也许维德早已经知道莱莉在演戏,在给全联盟演一场苦情戏, 当维德回到曼阿密,他仍然深爱着这里的球迷,深爱着做城市,也许没有莱莉会更好,在2006年热祸夺冠之后,莱莉对于奥尼尔等那些老将开始不满,奥尼尔甚至在训练场和莱莉大打出手,奥尼尔德再自转诠释了一个真正的莱莉,自我,一个真正的痊愈狂,冷血,如果你不再对他有价值,他就会毫无顾忌地放弃你, 现在奥尼尔的这句话是那么的准确,而那个时候维德站在莱莉的身边,因为这样,奥尼尔和维德的关系也陷入了低谷,奥尼尔说,我知道他维德想要待在麦阿密,他想在这里终老,这是他的软肋,被莱莉抓住了, 而十年后的维德也说出了一样的话,我在热祸待了十三年,我知道莱莉是什么样的人,如果你不和他待在同一个战壕,他就是你的敌人,三十四岁的维德不能给莱莉带来更多的利益,莱莉就把他踹了出去,也许维德该给奥尼尔打一个电话,谢谢你十年前给我说的一切,只是当时我没有听懂。 我没有听懂,我没有听懂。